那接下來我們要來講所謂的Linearly Polarized Mode 那從前一段影片的介紹呢 我們已經知道說在光纖裡面呢 我們可以找到所謂的TE Mode 然後它有它對應的Dispersion Equation 然後也有TM Mode 然後這是它對應的這個Dispersion Equation 跟它的Electric Magnetic Fields 那同樣的還有Hybrid Mode 那這是它的Dispersion Equation 跟它的EM Fields 所以事情看起來有點麻煩 因為有太多不同的Modes 可是呢在光纖裡面 因為我們要利用一個特性 也就是說其實Core跟Carding的折射率差呢 並不會非常大這件事情 那所謂我們說它的折射率差不大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在一般光通訊裡面用的單模光纖裡呢 它的折射率差也就是這個Delta 差不多只有0.3到0.8%而已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下呢 我們可以把Dispersion Equation裡面的N1 除以N0 因為這個常常出現 我們可以把它近視為1 那這樣一來的話呢 很多的在這些不同的Mode 的Dispersion Equation 我們就可以把它重新歸類 那會讓事情變得比較簡單 那因此呢如果我們做了這個假設 也就是說N1除以N0 約等於這個1 的假設以後 那我們可以把不同的Mode 去把它Group在一起 所以就會產生所謂的Mode Group 那這個在同一個Mode Group裡的Mode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同一個LP Mode 那現在它就會有很多 就是會有不同的LP Mode 然後每一個LP Mode裡面呢 可能會包含了一些是之前的T1 一些是之前的TN 還有一些是之前的Hybrid 那做了這個假設呢 其實也可以把它叫做 所謂的Weekly Guiding Approximation 也就是說折射率差並不是非常的強 因此呢它的Guiding是比較Week的 也就是說Confinement並沒有那麼好 那所以呢我們要怎麼得到這個 Unified Dispersion Equation 所以首先我們前面的分析是Rigorous 所以我們前面在算T1、TM 還有Hybrid Mode的時候 我們做的是Rigorous Analysis 並沒有做任何的近似 可是呢我們在這邊就是想要做一個近似 就是N1除以N0約等於0 約等於1,不好意思 那如果我們做這件事情以後呢 你會發現說 T1跟TM 如果我們做了這個近似的話 他們的Dispersion Equation就一樣了 然後甚至對Hybrid Mode來說 如果這個變成1 這個也變成1的話 那我們如果變成1的話 這兩個就一樣了 然後這也變成1的話 這兩項也一樣了 然後因此呢 如果我們去把它開根號 再重新把它整理一下的話 那我們就會得到跟上面類似的式子 因此呢 如果我們用了N1除以N0等於1的話 那再經過一些處理細節的話 當然我鼓勵大家去看課本 那我們在這裡會跳得比較快 因為就是說 其實這是大家當然早期 在算光纖的時候做的事情啦 那其實就是說 這些Mode Group也有它的意義 可是呢 就是說我們最後 如果知道了它的結論的話 那就是已經很足夠了 那再 如果你要做更進一步分析的話 那現在很多電腦軟體 什麼的 都可以利用你的光纖的結構 直接去解它的Disposition Equation 所以這一類的近似啊 什麼倒並不是那麼重要了 所以我們會講的稍微快一點 那首先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N1除N0 我們把它用1來近似的話 這兩個式子就會一樣 可是下面的這個跟上面兩個 還是不一樣 但是呢 就是說 這項被簡化掉了 這項被簡化掉以後 那我們如果去把它開根號的話 會得到一項正的一項負的 然後會得到跟上面兩個 很類似的式子 所以經過那樣子的運算以後呢 我們在這裡轉一轉 就得到這樣的結果 也就是說 我們會發現原來的TE Mode 跟TN Mode 兩個有一樣的Disposition Equation 然後呢 對於Hybrid Mode來說呢 我們可以得到兩個Disposition Equation 而且是比較簡化的 其實簡化了很多 那雖然它跟上面的 看起來有點類似 可是就不太一樣 那接下來呢 對於Hybrid Mode的那兩個Disposition Equation 我們有分別給它名字 那所以我們把第一個叫做EH Mode 第二個叫HE Mode 那這是從傳輸線那邊來的 它的歷史的話 我們課本裡有講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上面這個叫EH Mode 下面叫HE Mode 那我們可以把下面的這個 稍微改寫一下 就是把它的這個Index 都讓它稍微改變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把下面的這個 Disposition Equation 把這個Disposition Equation 改寫成這個樣子 對這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只是把它Index Shift一下而已 那這樣子一來的話呢 你看嘛 我們把剛剛的式子改寫了 其中一個是這個 剛剛那兩個 EH Mode跟HE Mode的Disposition Equation 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發現說 TE Mode跟TM Mode 他們的Disposition Equation 現在都一樣 然後呢 這個HE1L Mode 我們會另外把它拿來寫 因為HE1L Mode 如果我們要把它帶來這個式子的話 那因為我們在這裡 N要大於2 那不行啦 N要大於2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得到0跟E 所以我們會把HE1L Mode 的Disposition Equation 另外拿出來寫 然後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發現了幾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本來只有TE TM 還有Hybrid Hybrid呢 有分EH跟HE 可是呢 我們現在多了這些Index 那這兩個Index 它指的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前面的N 前面的第一個N 這個數字呢 它指的是 就是說你是 Bessel Function的Order 所以像這裡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0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說 TE Mode跟TM Mode 它們對應的Bessel Function 都會是J0 還有K0 也就是說 它們解出來的Mode的話 那個形狀的話 它們都是0 那可是對於比較高階的Hybrid Mode 它不是 所以前面的話那個N 它指的其實就是說 呃... 我們的那個... 在Bessel Function 解的時候裡面的N 那為什麼這個N會是0呢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就是說 我們考慮Axial Symmetry的話 然後對於TE Mode跟TM Mode來說 那我們就解出來說 欸這個整數 這個N 就之前我們講的V等於N 必須要等於0 所以它的場在Theta方向是不會有變化 可是後面的這些就不一定 也就是說它們在... 呃... 因為我們之前有寫過 比如說我們的HR Theta會等於G of R 然後Cosin of N Theta加Φ 那在前面的TE跟TM Mode來說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N會等於0 也就是它的場在Theta上沒有變化 可是呢... EH跟HE它就不用了 所以它的N可以是其他的數字 所以這個N呢 其實它指的就是所謂的RZ MoveModeNumber 就是角度上面的ModeNumber 那這個L的話呢 它是Radio ModeNumber 喔...Disney Plus的廣告 不好意思 欸那一片還蠻好看的 如果大家家裡有訂... 有Apple TV還是Disney Plus 然後又喜歡星際大戰的話 可以看一下Andor 我覺得還不錯啊 那當然之前那個什麼 曼達洛人更好看 如果你喜歡那一套的話 那雖然這是錄影 我還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 另外一個後面的L 它指的是Radio ModeNumber 那其實呢 這個Radio ModeNumber 它指的就是說 它... 雖然是Radio方向 也就是R方向的ModeNumber 可是它指的其實就是說 這是你的Dispersion Equation 的第幾個解 因為呢 根據我們的這個Dispersion Equation 然後跟我們的那個 U平方加V平方 U平方加W平方等於V平方 然後會有不同的焦點數目 然後根據它的焦點數目 是第幾個焦點 我們就可以決定它的這個Radio ModeNumber 所以後面的L指的是那邊 那邊 那因此呢 我們從這裡就會發現說 我們可以把Dispersion Equation 重新歸類成這樣子 那TE0L跟TM0L 它們... 呃... 對應的是同樣的Dispersion Equation 然後後面有EHNL HE1L跟... 呃... 呃... 所以我們這邊有講 就是... 有N是Azimuthal ModeNumber L是Radio ModeNumber 那接下來呢 就是說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再簡化的話 那在這邊 我們又定義了新的參數 叫做M 那對於M的話來說的話 T1跟TM 對於T1跟TM Mode來說 M等於E 對於EH Mode的話 M等於N加1 對於HE Mode來說的話 M等於N-1 那我們就可以把前面的Dispersion Equation 改寫成這樣子 那因此呢 最後我們可以把它重新歸類 也就是說呢 我們發現 就是經由剛剛的那個變數變換以後 我們發現說 其實 HE1L Mode 跟HTE0L Mode 他們會有一樣的Dispersion 欸...沒有沒有 不好意思 搞錯了 應該是說這個 他們會有一樣的Dispersion Equation 然後這三個 他們會有一樣的Dispersion Equation 然後 這兩個 會有一樣的Dispersion Equation 就是說 欸...這個 HE1L Mode 他的Dispersion Equation 是最上面這個 然後呢 中間這三個 這三個 他的Dispersion Equation 是右邊這樣子 然後最下面兩個 他的Dispersion Equation 是這樣子 然後呢 因為他們的 呃... 就是說剩下這兩個 如果我們讓M大於等於2以後 他們的Dispersion Equation 都可以用這個式子來描述 那因此呢 這種就叫做 LP ML Mode 然後這一些呢 他們的... 呃... 就是說這三個 因為他們的Dispersion Equation 也一樣 然後他們對應的呢 就是我們剛剛定義的M等於1 然後呢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 LP 1L Mode 然後上面這一個呢 因為它對應的是我們剛剛定義的 M等於0 所以這個就把它叫做 LP 0L Mode 那因此呢 我們就會知道說 我們做了這個 Weekly Guiding Approximation 然後得到了所謂這些 LP Mode之後 就LP 0L LP1L LP ML 然後他們就是有各自對應的 Dispersion Equation 那可是這個LP Mode 它其實是所謂的Mode Group 它裡面呢 會包含一些我們之前的 TETM 或者是 Hybrid Mode 那對於這些 為什麼我們把它歸類成LP Mode呢 因為我們會發現說 這個對應於同一個LP Mode 你看像這裡 對應於同一個LP Mode 它雖然有三個 就是Rigorous 的Traditional Mode 那我們發現說 這三個Mode 如果你去看它的 電場分布的話 這邊你們去看 電場分布的話 它完全不一樣 可是呢 它的EX的 Intensity Distribution 這三個會一模一樣 然後呢 最基本的LP01 Mode 它對應的其實是一個 Hybrid Mode 然後它的Intensity Distribution 就是我們想像的 在光纖裡面 就是一粒光點 然後比較高階的 模態的話 你看它就會分成 四個光點 這是那個 同一個EX的Component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對應於同一個LP Mode 它的Intensity Profile 比如EX或者是EY的話 它們會有同樣的Distribution 而且我們會發現說 這個Mode Number 最低的LP01 其實呢 它就是所謂的Fundamental Mode 它對應的竟然是Hybrid Mode 所以我們在光纖裡面 最Fundamental的模態 其實是一個Hybrid Mode 那它是Hybrid Mode的話 可是你會說 它的電場分布會是這樣 可是事實上就是說 它的EZ跟HZ都不會是0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來畫 所謂的Distribution Equation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 這些式子 然後就是把L L用不同的值 比如說L1 所以LP01 LP11 然後LP21 然後LP02 LP12 然後LP22 然後LP22 23 我們把這些 通通 把他們對應的 這些Distribution Equation 都畫在U跟Omega的平面上的話 我們就會得到這一條一條的Distribution Equation 然後呢 再藉由我們的這個V Number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折射率 我們知道光纖的Core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半圓形 因為我們知道 一旦你知道V的話 那這個式子畫出來 其實就是在UV平面上 這UV平面上就是一個半圓 所以這些焦點的位置 它就會告訴我們 它的那個 就是 我們就可以求出U跟W的字 那我們就可以求出之前的Sigma跟Capa 就可以把它通通畫出來 所以呢 就是說 如果有 所以這每一個都是同一個LP Mode 那你要記得 這每一個LP Mode裡面 它可能會包含好幾個Traditional Mode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來求說 那你們會發現其實這個 一直在這邊 就是LP01 Mode永遠會存在 不管我們的V變得多小 就是說我這個圓 不管變得多小 它都會跟這個LP01 這條Dispression Curve一定會有一個焦點 那這裡其實就是Cutoff 也就是說我的半圓如果小於這裡的話 也就是我的波長 也就是你看我們的波長如果大於某個值 或者是我的Core的Diameter小於某個值的話 我這個半圓變小 那這邊這個信號的位置就是所謂的Cutoff 也就是說我的光纖會是Single Mode 所以我們如果要做Single Mode Fiber的話 那我們就是要想辦法找這個Cutoff Condition 那我們要怎麼找這個Cutoff Condition呢 也就是說因為我們 我們就是要求那個 Dispersion Equation裡面呢 當Omega趨近於0的時候 就是你看我們讓這個 讓Omega的值B進到0 讓Omega的值B進到0 那就是說如果我們讓這個式子裡的Omega OmegaB進於0的話 那同時U跟V都會B進於0 那因此呢如果我們讓OmegaB進於0 然後也就是說U會B進於V 不好意思 剛剛說U跟VB進於0 那不會一樣嘛 反正U會B進於V U會B進於V的話 那我們會發現說 對應於不同的Dispersion Equation來說 我們會得到上面這個條件 跟下面這個條件 下面這是M大於1的 這是M等於0 因此呢我們會發現說 對於Lp01也就是He11 Mode來說 我們就算求到最後 求到V等於0 它都有解 所以它不會有Cutoff 所以這個Lp01 Mode 它永遠會存在 你沒有辦法把它Cutoff 可是呢 在L大於等於2的時候呢 那我們最後會發現說 它的 我們去求出來 使這兩個條件滿足的時候 這個條件滿足的時候 這個VC的值會是J1 L-1 那這裡的J其實指的是 第N個Bessel Function 跟0的交叉點 因此呢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Cutoff也就是J01 它指的就是J0跟 J0這個Bessel Function跟0的交叉點 那因為它的交叉點的位置 我們從Bessel Function的討論知道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值 那因此呢 我們就可以把 它的Cutoff所對應的V 給找出來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去 藉由去求這個Bessel Function 跟0通過的位置 可以把它的Cutoff的條件找出來 那所以呢我們也常常喜歡畫這個圖 我們也會去喜歡畫這個 Propagation Constant對Frequency的圖 其實它就是所謂的 Beta對Omega的圖嘛 就是Dispersion Curve 所以呢你看就是不同的 LP Mode 我們也可以把它的 這個 它的Dispersion Curve給畫出來 那我們也知道說 從這些線的斜率 我們就可以去算它的Groove Velocity 那這邊的話是他們的定義 那我們再次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這個V跟B的圖呢 對應的雖然是不同的LP Mode 可是呢其實這個 同一個LP Mode裡面呢 它會包含了好幾個 我們傳統上的這個Mode 也就是說沒有做Weekly Guiding的近似的Mode 那它的Fundamental Mode 其實是HE11 Mode 那雖然這幾個Mode 它們的Dispersion看起來一樣 可是它裡面的長的分布 是不太一樣 不過它的Intensity Pattern 看起來會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 你以後看到人家講Fiber 那你應該要記得就是說 Fiber的Fundamental就是 就是所謂的 那個LP01 Mode 那其實它對應的其實是 Hybrid Mode HE11 然後呢你也知道說 這些LP Mode 它是因為我們做為 Weekly Guiding的近似 如果你 Core跟Cladding 折射率差很多的話 當然就不能做這種近似 那你也知道它是不同的Mode Group 然後接下來你知道說 如果你可以把這些Dispersion Curve 統統畫出來 那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現在根本不太需要 因為我們現在計算能力太強了 那不管是什麼Mode 你就把它Dispersion Curve畫出來 然後要求焦點 要什麼都可以 所以我們現在對於這些近似 並不會那麼在意的 再跟大家強調 可是如果你去看一些文獻 或尤其是比較早期的文獻的話 那這些名詞還是常常會用到的 那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就是這跟我們在考慮在Fiber 在那個一般的Slab Wave Guide裡面一樣 那就是說 隨著它的這個V-Number的不同呢 那你會發現說 它的這個Power在Core 所以這是在Cladding 然後這是在Core 那所以你的V-Number越來越大的話呢 那你的Power會往你的這個Core去集中 那如果V-Number比較小的話呢 你的Power會比較散在Cladding裡 也就是說它的Guiding就會比較Weak 那這是對於 對應於不同的LP Mode都有一樣的結果 那所以 不過這個結論也就是跟我們之前在講 Rectangular Wave Guide是一樣的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們對LP Mode的介紹 有什麼事情 那麼 你